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跟拜登 哈里斯同台在纽约出席911的集会 还有万思了 川普主动的跟哈里斯握手 两个人有交谈 还有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在现场 这应该是川普在公共场合第一次跟拜登同台 之前我们没有 因为连交接都没有 这是我们看到不同 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川普本身没有表现出太 比如说对昨天晚上的辩论有多尴尬 没有 这个没有看出来 而哈里斯显示自己有点得手的感觉 比较得意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显著 舒默在跟哈里斯有交谈 所以美国的大选就骤然出现了改变 这是一种故事 结果到今天早晨呢 道琼斯暴跌 跌破了500多点 下面会到什么程度 今天下午会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那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有关美国联储局这个要降息的问题 这里面他也这么讲 美国联储局降息的问题 我有期节目跟大家分析过 在过去的时间里 2001年02年2007年08年 是因为美国在经历了这种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在降息的时候 降息50个基点 从而破盘 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一下就爆发了 那两次都是这样 那这一次积累的程度更高 他囤积的程度更高 所以对降息呢 就人们就出现担心吧 应该是出现担心的说法 这是比较主要的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主要说法认为呢 这是昨天晚上辩论会上的作用 那我个人以为炒作的成分比较高 辩论会呢 他有一个说 只要哈里斯获胜上台 那这个股市就一定会打跌 那股市暴涨呢 是跟川普有关 川普自己也比较认可这一点 在过去的时间里也都是这么表述的 所以在拜登后来 股市往上涨的时候 川普也一直认为是因为我领先了 所以促成的 但现在的股市呢 就出现这个场面 他今天暴跌了 所以也就变成了川普本身在哈里斯的 这一场的对垒当中 川普没获胜就等于是输了 在市场的解读当中是这样 在博彩公司 赌博公司的评价当中呢 之前在辩论会之前 川普大概54 56 领先这个哈里斯 那结果现在呢 49对49 这是今天出来的数字 大家平了 所以博彩公司是比较准的 那是赌钱 那真正是赌钱 那股票呢 也是比较准的 但是股票比起博彩公司来讲还差一点 博彩公司呢 就当时就开呀 拿钱 对不对 是输是赢 就开了 但是这个股票呢 里面有一些炸手的成分 有可能在里面 但是这是事实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 就是在辩论会之后 或者说进入了9月份之后 美国在就像在预言当中说的一样 美国金融系统开始进入动荡 有一个说法 说每年9月份呢 金融系统都不好 但是呢 今年就显得集中的特别 完全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的特别 所以这是 我们可以看 这是计时的 跟大家分享 计时的内容 应该是这儿 OK 现在呢 548点 道琼斯 那标准普尔呢 1.13% NASDA跌的少一点 0.65% 因为之前NASDA跌的非常的凶 Rasser跌的跌下 1.31% 这个叫Rasser 我说评音不太好 这是通常我们说的 就是最小最小 有点类似垃圾股的那个指标 所以有它的指标 就是道琼斯的指标呢 整体就比较完整 就是不同类别的指数所显现出来 那SOFAR目前看到的是这样 那欧洲的股盘 德国 0.4%上升的 英国是平衡下降 因为你现在的时间呢 这个欧洲社会 欧洲已经应该是关盘了 已经避世了 没得反应了 在昨天的这个 在今天 亚洲股市 亚洲股市 日本跌了1.5% 所以日本应该是相对比较明确的 那上海跟恒生的跌 上海走到了2721点 真 他就保卫战了 那些那个那个那个 亨生的是1万7000点 所以这些就没有什么了 跟 如果跟美国相关比较近的 说句实在话 就是日本股市 你日本股市的走势跟你现在 跟这个美国的股市就能够完全有的一比 货币 黄金 黄金依然非常平稳的维持在2540块钱 就是2500至少 我跟他 黄金呢 就是他走了几个档 档面 1800 2000 2200 2400 2500 他真的走 很清楚的走了几个档面 那其他的这个重金属 白银什么都在涨 白金也在涨 白金涨比较多 货币 那货币我们看几乎都是跌盘 就是美元在跌 美元真的是在跌 那其他货币在涨 所以这就是看衰美国 这是因为川普强调的是这个 就是强势美元 川普的概念 那这种货币的下跌呢 反映的就更加的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直接的 比特币 比特币下跌了2.45% 比特币跟就是加密货币呢 太乱了 说句心里话 太乱了 这是这是比特币的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天的吧 你可以看到他曾经下跌到 5万 就是 5万5 就是他上下的这种错动 今天上午涨到5万7千多 然后现在跌到5万5千多 他是完全就以这样的方式在拉风箱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去玩比特币 那我个人还是那个说法 你看到就是黄金的稳定性 就是他的神性的一面在产生做 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 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指数 人们美国社会 就是国际社会用钱 这是钱 钱对整个川普这件事情的反应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